那在這過程中 假如也有我們市府這邊需要來 更多一層努力來推動 讓我們的行政效率更有效率的部分 我們一定都積極地處理 包括說像去年我們在建造的合法上 我們就集標榜我們的速度 就已經比再前一年 就是我們剛接任前一年 把速度整體增加了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一個效率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也希望在合法令的前提下 增加我們的行政效率 增加好行政效率就可以服務好在做的各個企業 進而可以服務到更多的產業 然後創造更多的就業 市長謝國良出席跨域企業服務 臨陣平台廠商座談會 強調市府大力推動企業和正峰單位合作 在遵循法令之下也能夠提高效率 事實上這一陣子我們非常倚重 正峰處在幫我們做很多的 市政工作的把關 包括評選 我們都希望正峰處在重要的一些 不管是出餐案件還是商業案件 都能夠共同的參與 來派員代表 我想這樣對很多的工作同仁 心裡也多一份的安心 另外在未來的很多都市發展的 很多程序的過程 我們現在也都有導入了 這個都發處 來跟我們正峰處積極的開會 我想正峰處絕對是我們府裡面 最好最棒的法律幕僚 那基本上我的團隊跟公務員 大家都希望把工作做好 但是在這個前提 又不想要有任何法律上的一些爭議 所以找正峰處來跟我們協助 把過程都能夠把關 都能夠共同討論共同決策 而市府都發處正在規劃 新市政大樓招商案 市長謝國良強調 未來也期待正峰處共同參與 未來的一個市政大樓的 這個招商案件 未來我們也期待正峰處 跟我們共同積極的參與 把我們的相關市政工作 都能夠在正峰處共同的參與下 把它做得更好更棒 那今天這個連鎮平台 也是我們長久以來 就希望企業跟我們的正峰 大家也能夠積極合作 這場座談會 邀請了台電副總經理蔡智夢 中華民國工業區 廠商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魏雅安 做專題演講 分享誠信經營的實踐經驗 雖然是一個座談會 可是增加民眾跟政府一個接近的平台 比如說在我們申請建造方面 很多繁瑣的申請條件 透過這個平台 可以加速我們的申請速度 會中誠信論壇 則由金融市副市長邱佩玲主持 安排台灣透明組織副執行長引言 金融市政府產發處 稅間處長都出席 和企業代表們交流意見 期待透過強化連結治理 和企業誠信觀念 共同促進金融的經濟發展 記者黃稍民金融報導